黃蠟蒼 30元一條 買一送一 即是15元一條 手掌這麼大 歷史這麼便宜 以前最便宜都要23元 買兩條 餵到15元一條 怎麼做都行 我是越主越浩 大家好 剛剛片頭都見到我去買 深海黃蠟蒼 其實是否真是深海的呢 照理論是樣子 其實這些是黃蠟蒼在街市裡買的 街市的油水 這條都要30元 那天你也見到 買一送一 即是30元就有兩條 我馬上就買兩條 其實現在真的很忙 很多時候很多朋友 都沒有那麼有空去街市 好像我們天天去 放工都七八點 就馬上去這些超市買 30元兩條真是值得 很簡單 今天就做這個 酸梅麵糞蒸黃蠟蒼 其實這些黃蠟蒼很簡單 苦瓜一元就可以 今天就是酸梅麵糞蒸 酸梅麵糞就非常之簡單 先拿出來 這些麵糞 我現在就流行吃這麼大的 因為經常都吃的 你要理解到 我就放少少 放一匙大酸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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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要醃過 省一點來吃 放一匙大酸梅 放一匙大酸梅 酸梅麵糞 你喜歡蒜蓉的話 可以放少少蒜蓉 不喜歡就這樣 就這樣 黃蠟蒼買回來 當然是清水解凍 這條已經解凍了 因為等它來 我不用吃飯 就解凍了 好 馬上湯給大家看 現在就要湯 急凍黃蠟蒼 雖然是急凍的 其實它的急凍 分分鐘就更好 因為 湯都沒湯 就放入袋子裡 放入袋子裡 吃黃蠟蒼 吃這些魚 很多朋友說 很難湯 第二就說 怕它聲音 其實就不是的 只要你整條連膠袋 用好雪 好像現在 什麼都沒湯 很簡單 尤其是湯魚 尤其是湯魚 非常之容易 這些蟲 不是很差的 如果是黑蚊蚊 就可能比較差 在這個腰位 這個咀位 下一個刀 先用刀 記得 先刺穿 明白嗎 通常你看到湯魚 當然是熱 不用在這裡那麼誇張 用剪刀 可以嗎 其實真的要學一下 拿刀 如果真的沒有開煮飯的朋友 那些前輩的朋友 真的要學一下 可以慢慢的 不要叫你快 可以慢慢來 在這個位置 慢慢來 慢慢來 切下去 切心一點也不要緊 自己吃的, 抹開它 抹開它 先抹開它 先抹開它 抹開它 抹開它 這樣就可以整副 整副 整副家餐 看到嗎 基本上整副家餐 都拿出來了 看到嗎 當然有點不乾淨 切割多一點血 因為熱到死實實 血是瘋了 現在去洗一下 最重要 最腥就是這些 現在去洗一下 先去洗一下 好 洗一下 摸一下 預備一個牙刷 最方便快捷 不是你刷牙那個 是你刷完牙不再刷那個 你不要用牙刷一起玩 那就麻煩了 現在先把血 刷走 放到還有血 儘量刷到白色就可以了 好 這樣就可以去蒸 如果是新鮮的 如果是急凍的 放一點鹽 把它拿去 去一下腥味 少少鹽 對了 OK 把它拿去 兩三分鐘就可以了 兩三分鐘 沖乾淨水 不要拿那麼久 不是叫你醃鹹魚 只是讓它 雪味 即是魚的腥味 走走 好 三分鐘之後就沖水 好 醃鹽 醃鹽 三分鐘後就沖乾淨水 不是太鹹的 好 撿一撿 裡面的 剛才不乾淨的 現在可以拔乾淨 要做醬 然後要加些味料 味料要加少許蠔油 半湯匙 少許味 1茶匙糖 1茶匙生粉 1茶匙生粉 好 進去炒爛這兩塊酸梅 這兩塊酸梅 這兩塊酸梅 是一個醬汁來的 因為會很棒 有糖帶動了酸梅味 有辣椒 有麵糞 這是很棒的醬料 有時候不單是醬汁 豆豉 酸梅都好吃 麵糞都可以 好了 現在可以攪好之後 鋪上魚 真的會很細細 都可以 剛才我去蒸豬肉 放了少許薑粒 放少許薑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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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分的關係 便不會有到處 OK 好 現在拿去蒸 好 拿過來蒸 酸梅麵糞 煮的黃粒 好 過來過來過來 大火滾水 這樣要蒸 10分鐘 魚 也要蒸10分鐘 好 再要跟大家說 好了 十分鐘 打開給大家看 都要蒸這麼久 尤其是魚 OK 先拿過來 真棒 酸梅麵市正創魚 15元 如果在街市買的話 要30元 但沒所謂 如果自己懂湯 這個湯都可以 現在不用蘸油 不要弄亂 有酸梅去街市買 剛才那兩粒 都要5元 我們喜歡的 麵市買小小 少許就可以了 我先拿出來 酸梅麵市正創魚出來了 15元 真是值得 大家有機會可以買定 在雪櫃湯的魚很容易 我今天做 冬菇土柚蒸肉餅 OK 本來新鮮肉 放進冰箱 就變成冰鮮肉 苦瓜炒蝦和帶子 應該很棒 急不急袋已經在吃了 OK 我們今天開飯了 希望大家有機會試一下 這個魚都可以的 很棒 謝謝 多謝大家訂閱 愈煮愈好 這麼大塊 這麼厚 真的要蒸25分鐘 做開給大家看看 看到嗎 看到嗎 都是厚的 還有你知道 蒸這些肉 蒸什麼肉 新鮮肉 就不用太多生粉 如果這個冰鮮過之後 急凍過 就要多一點生粉 不要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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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